这个男人也太变态了 竟然用牙齿咬住飞来的钢钉 然后用舌头卷入口中 希克尔被带到了地下竞技场内 而他的对手正是身高2米1的鬼牙杰克反马 只见毛子大吼一声 扯下外套战衣瞬间拉满 突然毛子抱起快速冲向杰克 挥起犹如剃刀般的拳头 瞬间就在杰克身上留下两道伤口 接着飞身跳起双脚踢向杰克的下巴 趁着杰克分神之际 希克尔使出全力抱住杰克的腰冲向场边的围墙 然而他太小瞧杰克的力量 只见杰克双臂用力 直接将希克尔掀翻了起来 随后像个垃圾一样丢出 直接将场边的围墙撞碎 希克尔刚艰难地爬起 杰克上去又是一击暴力侧踢 瞬间将毛子踹进了观众台上 眼看拳头是不好使了 毛子直接抢过身旁老头的拐棍 对着杰克的要害就是权力吐刺 然而他想太多了 这样的攻击连杰克的皮都破不了 眼看着失手 毛子用出了他最后的杀招 不愧是范马家族的头号变态 不但用牙齿接住了钢钉 更是直接吞进了嘴里 然后像嚼锅尾的口香糖一样给吐了出去 毛子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怪物 而和希克尔这种垃圾对战也让杰克毫无兴致 于是换了个人来接替自己 而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就是环境格斗大师盖亚 看着这个长得好像未成年的家伙 观众们可不买他的账 大喊着要求退票 然而盖亚只是微微一笑 好一个是吼宫直接将在场的观众真的哑口无声 盖亚听说希克尔最擅长使用武器作战 于是从裤腿里掏出一把匕首向毛子扔了过去 希克尔被惹毛了猛地冲向盖亚 不曾想盖亚抓起一把沙子向他打去 沙尘散去毛子的胳膊上已经扎满了碎石 盖亚告诉他身为环境格斗大师 就要将周围的一切都作为武器使用 话音刚落又是一把沙子轮了过去 毛子身上瞬间就像被散弹枪打过一样遍体鳞伤 而这就是环境格斗大师的可怕实力 盖亚火力全开 而希克尔仿佛被加特林扫射一般 很快就被打成了筛子痛不欲生 然而如此强大的攻击 对于盖亚来说只不过是热身而已 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只见他捧起一把沙子猛地像空中一样 一瞬间格斗场便被沙尘笼罩 就在尘埃落定后 盖亚早已消失地没了踪影 正当毛子疯狂地四处寻找时 当盖亚再次消失在沙尘后 开始和毛子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此刻的毛子就像一只受惊的老鼠 他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盖亚会从哪里出现 盖亚本可以轻易杀死希克尔 但他更享受折磨对手的乐趣 希克尔快被折磨疯了 盖亚的攻击每隔十秒五次 但知道对方的攻击频率又能怎样 无非是陷入深深的恐惧中等待审判吧 希克尔双手抱头牙齿不住地打战 然而盖亚的倒计时仍在继续 至此五大死囚仅剩柳龙光一人 而他却遇到了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泳次郎